家長撐著傘 護送孩子上學去 但到校門口 小朋友哭鬧不肯進去 老師不停安撫 這間幼兒園 日前竟然傳出 有女老師疑似為了管教方便 竟然偷偷餵食孩子不明要務 家長們得知震驚不已 滿可怕的 我沒辦法接受 頭很暈啊 到底什麼時代來遇到這種事情 離譜管教事件發生 新北板橋某間幼兒園 據了解是有三名家長發現 就讀小班的孩子在今年2月起 出現情緒易怒不穩和自殘行為 疑問之下 孩子竟然表示 睡覺前老師都會為我們吃藥 家長嚇壞了 小朋友根本沒生病 老師哪來的藥 立刻將小朋友帶往醫院檢查 檢真的出現藥物反應器的報警處理 警方18號上門搜索查扣人證物證 奇怪的是 校方4月後的監視器 通通沒存檔 其中一名中班女老師涉嫌重大 以遺寢偵辦 亂尾藥事件也傳到家長 而立告得人心惶惶 透過看什麼管道 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去醫院 得敢去把這件事情掀大惡 第一個我想後來還在裡面 園芳在事件爆發前兩天 火速發通知 表示印租約到期 將在今年7月結束營業 隨後就爆出老師亂尾藥事件 許多家長嚇得趕緊 帶孩子到醫院檢查 還要忙著替小朋友 照別間幼兒園就讀 鬧得人養麻煩 教員將這個老師停止調查 終會裁罰行為人60萬 並通報到全國的 不適合人員的一個系統 遭指控女老師目前停止 以2萬元交保等候調查 孩子一句話曝光離譜事件 家長心碎 現在只希望儘快查明真相 還給大家一個公道 記者忠誠量分享 喬心被報道 我是蕭惠文 您的生活日常 從每天收看中式新聞開始 中式新聞陪您度過 平凡而充實的每一天 更多新聞也請您鎖定 中式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要記得開啟小鈴鐺喔